这里因为毒品而闻名于是 这里因为他们曾动荡不安 浑沙罗星汉两大毒枭 在金三角地区上演了 怎样的短血腥的争霸 是什么让他们争斗不休战火连连 又是什么让他们束手就擒 缴械投降 档案揭秘 金三角两大毒枭集团覆灭界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金三角地区瓦邦政府 2005年春季 在当地标志性建筑 英国塔附近组织的一侧 鸦片焚烧的现场 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英国塔这个地方 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世界上80%的毒品都来自于金三角地区 而金三角的大部分毒品则产自缅甸瓦邦 英国塔这个地方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周围已经是到处盛开着鲜艳而肥瘦的英素花了 可现在的枯枝和洒草足以说明他们禁毒的成效 更为重要的是 这里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第一把能够制造出鸦片的英素花的种子 也是英国人播撒下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焚烧鸦片 更能够证明他们禁毒的决心 当然在金三角像这样焚烧毒品的场面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可也许您不知道 在这些被焚烧的毒品里面 除了一部分是禁毒击毒收缴上来的 还有一部分是大毒销拱手相送的 早在1990年11月22日 缅甸国港老街上的100公斤的海洛因 200拽合计330公斤的生烟和7个制毒厂被点燃 由于在整个缅甸这样的情况是第一次发生 所以大伙有点不理解 但是令他们更加惊叹不已的是 这些正在熊熊燃烧的毒品是有人花大价钱买来的 这个人名叫罗兴翰 刚才那个花大价钱买毒品来烧的人就是他 他是金三角地区第一个将毒品种植 回收运输和贩卖做成了一整套完整体系的人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是被西方国家全球通缉的大毒销 那么这个以毒品起家的金三角第一代大毒销 为什么要自己花大价钱买来毒品焚烧呢 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从金三角贩毒史上一场战争说起 提到罗兴翰 不得不提到金三角 以及在金三角地区出现的另一个大毒销 昆沙 罗兴翰和昆沙两个人年龄相仿 家庭背景大致相同 罗兴翰家族是果敢的首富 昆沙的父亲则是缅甸汕邦地区有名的地方武装头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缅甸北部地方武装力量和游击队活动频繁 为了打击这些势力 当时的缅甸政府允许当地人成立自卫队来对付凡缅武装 这样以一质疑的办法 表面上收编了各路散兵游泳 实际上给鸦片贩运发放了通行证 罗兴翰和昆沙两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自才拉起了武装 以自卫为名 行贩毒之时 两人同样是在金三角 又做着同样的鸦片生意 竞争和矛盾不言而喻 一天昆沙的部队得到了一个情报 说罗兴翰的武装力量要押送一批毒品从缅甸到泰国 这批毒品有12到15吨之多 昆沙得到这个情报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 决定大干一番 当时执行 昆沙截获任务的人是他最信任的副手张苏全 那么他又是如何得到罗兴翰的情报的呢 张苏全 他曾经是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中的一员 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次撤退台湾的时候 他却作为雇佣军在当地扎根留下 并结识了昆沙 加入昆沙武装后被昆沙任命为参谋董长 当时无论是谁能得到张苏全的辅佐 他都能成为雄霸一方的大毒孝 或是地方武装的一个首领 当然最后张苏全还是选择了昆沙 罗兴翰的部队要两个多月才能走到泰面边界 张苏全先是拉出一队人马往各个据点送稻米 先做足羁养 其次是做好情报工作 四千我们已经做好了情报 而焰兔都布置好了情报网 在他有大旗里出发的时候 我们就有人避免地带着电台 跟随着他的马帮 我上 当然罗兴翰也有他自己的情报网络 只不过这一次他的运气不好 他派去打探消息的探子都被昆沙给抓了 经过审问从他们的身上搜出了带给罗兴翰的情报 按照当时的规矩 这两个人被处以最严酷的体罚 直至毕命 根据电台传回来的情报 张苏全判断出了罗兴翰的行进路线 而这条路上正好有一个山谷地带 这里成为最好的伏击地点 但罗兴翰的队伍行进至山谷十多公里的地方 张苏全命令发起轻微攻击 逼迫罗兴翰的队伍走进陷阱 张苏全和昆沙则一起坐镇山顶指挥 一轮重炮打击之后 罗兴翰的队伍振脚大乱 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 罗兴翰队伍弃祸而逃 昆沙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批数量惊人的鸦片 虽然在长达数年的毒品争斗当中 双方互有输赢 但我们还是好奇 作为鸦片将军和海洛因大王的罗兴翰与昆沙 他们究竟是怎么走上毒枭之路的呢 1949年12月9日 云南和平解放 盘踞在云南省隶属于里尼第八兵团的国民党部队 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 只有向中缅边境一路难退 一直退到了缅甸境内 成为残军的他们 到了缅甸首先要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 他们一边开荒种地 伐木盖房 解决温饱 一边投入马帮运输业 或自己组织马帮 或者用武力为马帮保镖 向泰国边境贩运鸦片 换取金钱 还一边招募新兵严格训练 以备不时之需 并开始举办军事进修班 为他们自己培养和储备军事人才 而当时的罗星翰和昆沙 曾经都是这个进修班的学员 罗星翰参加的是国民党残军举办的第三期 军事进修班 这个班总共有二十多名学员 罗星翰是里头最年轻的一个 他对于打仗 布阵 解围 还有社服这一套 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而罗星翰也隐隐地感觉到 他现在所学的这些东西 日后会成为他立身行事的根本 所以 他学的非常的卖力 不仅如此 平日里 他会给教官们跑个腿 打个杂 二大献殷勤 也因此教官们也会时不时的给罗星翰开个小灶 比如 教给他 打枪的一些技巧 罗星翰进步非常快 八个月的训练班结束之后 罗星翰不仅拥有了一手好枪法 而且他也确实是学到了不少的军事知识和要领 但是自以为制大才高会留下来当兵的罗星翰 随即就遭遇了他人生当中第一个小小的挫折 因为当时他的年纪只有17岁 所以在之后的残军募兵时没有被接纳 罗星翰只得泱泱不快地回到了他在国赶的家 他的未来何去何从呢 显然未能如愿穿上神器的军装 让这个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小伙子心里分外窝火 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小挫折 却也为他日后成为金三角的头号大毒枭埋下了种子 为了宣泄掉心中的郁闷之火 他在家的时候会经常拿起父亲的猎枪 到深山老林里去打猎 卸火 可每次罗星翰回到家里 父亲都会大骂他 没出息 没办法 在与父亲大吵一架之后 罗星翰偷了父亲的猎枪 窜出了家门 他下决心去做一些没有本钱的买卖 但也正是这次出走 让罗星翰遇到了一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人 一个怎样的女人带罗星翰走上了毒枭之路 一次怎样的经历让昆沙在金三角称霸一时 昆沙与罗星翰两大毒枭集团如何发现 又是如何走向不灭 当晚继续揭秘 杨金秀是果敢掌握政权的吐司杨家的二小姐 为了给他们杨家保存实力 急需要网络一批能干的心腹 以为杨家储备人才 于是杨二小姐看到罗星翰一手好枪法 两个人惺惺相惜 就这样关系自然也就拉近了 杨二小姐把自己想拉他入伙的想法 与罗星翰一讲 罗星翰本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就跟着杨二小姐去了杨家 之后杨二小姐拿出本钱 开办了一家鸦片贸易公司 由罗星翰经营 利润则双方平均分红 这是罗星翰第一次接触鸦片 从此他就踏上了贩卖鸦片的不归路 而且他也是尽心尽力 几次贩毒都非常顺利 不但为杨二小姐带来了大批的枪支弹药 他自己也是大发横财 可以说杨二小姐是罗星翰独销生涯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人 罗星翰随即还就任了政府委任的国赶县人民政府主席之职 但是对于处理宪政和治安琐事 罗星翰毫无兴趣 他一头扎进鸦片之中 集中经理安排因素的种植增产 鸦片的收购贩运 一到翻运时节 他还亲自带队 把生意做到了青莱 曼谷 因为此时的他很清楚 只要赚回足够多的美元和金条 就一定会有称霸一方的机会 于是罗星翰在缅甸军方的支持下 利用国民党参与部队的军事训练 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 大肆扩编私人武装 而且他的毒品生意越做越大 罗星翰的毒品网络曾一度触及到 仰光 曼谷 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 罗星翰的快速发展 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 奈温政变上台以后 实行军人独裁通知 反政府武装骚扰不断 作为一种对策 奈温允许善邦民众组织自卫队 规定20人以上的私人武装 必须效忠联邦政府 但是在这穷乡僻壤中 拉得起私人武装的 都是鸦片贩子 奈温政府所说的反政府武装 也包括昆沙刚刚拉起来不久的队伍 只不过那个时候 昆沙也只是小有规模而已 可此时的罗星翰呢 已经在领导着自己的猛动公司了 与罗星翰不同的是 昆沙进入国民党残军举办的训练班时 已经20岁了 相同的是 他也学到了一些军事常识和技能 等到毕业的时候 已经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了 迫于缅甸各地方的军事势力 以及罗星翰出具规模的压力 昆沙只能组建一只小小的贩毒武装 1962年 昆沙向缅甸政府宣誓效忠 获得合法身份后 他一方面在自己的控制区 大力发展应速种植 建卡征收毒品过境税 建立马飞和海洛因提炼厂 直接生产和销售毒品 另一方面 他击败和收编各小谷贩毒武装 扩大自己的势力 转眼间 昆沙已经是一位30多岁的精壮汉子了 眼见着罗星翰的毒品生意 越做越大 昆沙也觉得 毒品买卖确实是有利可图 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 昆沙迅速迎娶了一位 当地武装首领的女儿 很快 他就成为了岳父的左膀右臂 但那个时候的金三角地区 各部族的杂盘军 还有小谷武装多得数不胜数 他们之间经常为了毒品的利益 而大打出手 昆沙看出实力最强大的 还是国民党军残部 于是在一次本部族 与国民党军残部的冲突中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岳父 向国民党军残部清赏 请求联合 之后 昆沙又用尽了各种手段 打打拉拉 逐渐收编了所有的小帮派 在缅北地区建立起一支 统一的武装 开辟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地盘 可这个时候 罗兴翰在做些什么呢 1967年 罗兴翰把国民党残军的大批人 收到了他的麾下 还把残军部队的车子也弄了过去 当碰到有国民党残军无法接受 反而抵抗的时候 他就建议政府给他们支持 在罗兴翰得到缅甸官方一个连的兵力之后 他首先写信给国民党残军 信上说 我奉命追剿你们 我不想发生冲突 希望你们马上离开 写信后 国民党残军眼见大事已去 就真的走了 罗兴翰就是这样 抓住机会 利用矛盾 借助力量 运用计谋 轻而易举的就打败了 盘踞在金三角的 国民党残军的贩毒势力 很快 他又挂出了 正式收购 所有的山区鸦片和海洛因的招牌 引得一些小骨马帮 纷纷的前来投靠 罗兴翰的势力 随后迅速发展壮大 成为金三角最大的武装贩毒力量 之后 靠着各政府的影响力 罗兴翰软硬兼施 又吞并了金三角的数十只贩毒势力 不久 罗兴翰的大明不仅震惊金三角 成为该地区的第一代霸主 更成为了当时让世界震惊的 国际大毒枭 面对罗兴翰的规模 越来越有野心 却始终走在后面的昆沙 不甘落后 1967年 昆沙在副首张苏全的协助下 与大毒枭罗兴翰大战了一场 结果 以昆沙大胜告终 随后 直接控制了金三角70%的毒品生产 和大部分贩运业务 一个罗兴翰就已经让毒品 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了 这时候 又多出来一个昆沙 两个人虽然你争我夺不断 但是两个人所输出的毒品 曾一度占到世界毒品市场 总量的80% 世界上毒品的最大源头 主要有金三角 银三角 金新月 金三角位于泰国 缅甸 老挝 三国交接处 是世界上非法生产毒品 三个基地中最大的一个 银三角位于哥伦比亚 秘鲁 玻利维亚等国交接处 主要生产和走私可卡因 光秘鲁每年收获的骨刻叶 就可以提炼多达600吨的可卡因 金新月 则位于阿富汗 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交接处 婴塑种植面积 多达5.5万公顷 从这三个毒源地的地理位置看 它们均处于三个国家的交接处 给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 加上贩毒集团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贩卖毒品的高额利润等复杂因素 尽管对贩毒分子进行过严厉打击 但这些亡命之徒总是拼命挣扎 屡禁不绝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正好进行越南战争 在越南西贡 美国政府派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帮助老挝上寨山地民族中的反共酋长 训练组织武装 拉他们打越南共产党 但是只有在美国同意收购他们的鸦片之后 才能够换取山地民族的支持 起初美国把收购的鸦片运回国内 制成麻醉药品供给医疗部门使用 但很快就发现 公大于求消费不了了 怎么办呢 美国干脆撕下人道主义的面纱 转而向东南亚各国和其他地区推销 就这样 他们在鸦片收割季节 聚集在金三角疯狂收购 而在越南作战的美国士兵 为了寻求刺激 也大量吸气毒来 而且除了本身自己吸毒外 还利用种种条件 把毒品夹带回国 一时间 越南的西购 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毒品积散地 由于美国吸毒青年人数的增加 直接导致了美国的毒品需求量的猛增 这就使得金三角的毒品 与美国市场欧洲市场的联系 更加密切 金三角形成了毒品的生产 运输销售一条龙的体系 就这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罗星汉和昆沙的毒品 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禁毒开支之后 正式决定 开始禁毒 罗星汉昆沙软硬监尸 一步步破大势力翻译 毒品危害全球 当地政府对毒枭重权出击 昆沙如何被毒 昆沙不知是红文艳 去了之后 随即被带回 并被判处死刑 罗星汉如何在国外落网 两人的命运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当然继续揭秘 当时罗星汉的贩毒队伍 已经拥有了数千匹罗马 除此之外 他还自建了若干戈海洛因工厂 宽大的毒品 要是想和政府军作对 那无异于以卵击石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罗星汉不会和政府翻脸 反而他在面对那些政府官员的 稽查和刁难时 总是会奉上金灿灿的金条 和硬邦邦的美元 在金三角 上至免太老的政府要员 下至部队军官 海关职员和警区警员 到处都有罗星汉的朋友 这张关系网 使罗星汉可以公然贩毒 而无人过问 他的马帮队伍 还可以利用缅甸政府军 所控制的公路 省去了钻月山林之苦 而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罗星汉居然搞到了 政府的正规手续 我们找到了一段 罗星汉的回忆录音 一起来听一听 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那个时候大纪的英公司 是政府真实给一帮人的经营 某东英公司都是我最开辟 它那个是独标的 那个独标的人 你都要跟 这个都可以要保证的 保证你 要以后你申请 你这个个多 我个多十万成多 那么政府就要 跟我这个执照 这个美元来 给我发了多少养银 那么得到五十九月后 我们就真实军到那个地方 跟麦根这个泰国 人的牺牲 那我们去买的这个养银以后呢 拿起这个罗星的口 运到美东 是珍贵手续 就这样 本身还非法的毒品生意 一下子打上了政府保护的标签 在1963到1967年间 罗星汉得到了缅甸善邦政府的默许 用车从国杆 把鸦片运送到泰缅边界的大麒麟 让源源不断的鸦片 由老挝泰国 偷运到世界上各国各地 此时的昆沙不仅贩毒 他还走私宝石 贩运军火 随着毒钱不断聚集 昆沙的野性开始膨胀 他开始扩充自己的军力 最高峰的时候 曾达到两万多人 在辖区内 昆沙设置关卡 征收各种税费 金三角 俨然成为了一个国中之国 由于昆沙一开始 确实剿灭了不少小谷的土匪 再加上 当时昆沙的力量 可以抗衡 免供游击队 所以缅甸政府 总是对昆沙的贩毒行动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 直到后来 昆沙要做大 要独立 缅甸政府 开始着急了 罗家军和昆沙贩毒集团 他们势力的不断壮大和扩张 无疑给禁毒工作 又增加了困难 除此之外 金三角地区 它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 是一个三部管的地带 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国家 可能被抓的话 他完全可以跨境 迅速进入到另一个国家 这无疑又给基毒增加了难度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金三角具体的地理位置 其实金三角有大中小之分 大金三角指的是 泰国 缅甸 老挝这三国 总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 小金三角是指湄公河 和美赛河交汇处的三角洲 这里土地肥沃 一年可以挤熟 每年三四月份 装进一片金黄 金三角最初因此而得名 通常我们所说的金三角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区域 它的面积大概是20万平方公里左右 相当于缅甸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在这里居住着100多万人口 总共是3000多个村寨 金三角的大部分地区 海拔在3000米以上 所在显示公司的一部 今天我也不知道 你们可能会忍受到 这不是这个区域的 还是什么 大家可以忍受到 这种区域的 你们可以忍受到 这些区域的 对方所说的 如果我们应该忍受到 这种区域的 之所以会采取主动 大多是为了控制村子里的大烟收购权 而且他们还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 去控制烟农 比如说按照头一年的大烟收购价格 减去利息 把钱提前支付给烟农 这样一来 不仅让烟农背上了高利贷 还让他们失去了自由买卖权 另外 由于大烟的价格高 这么做也迫使烟农 不会再去种其他的经济作物了 因此 要想基督 首先你就得解决这一百多万人的生存问题 无疑 这又给基督工作增加了难度 把基罗星汉和昆沙困难重重 而毒品的的确确会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有关政府是倍感压力 1969年缅甸政府将昆沙叫到缅北军司令部去开会 昆沙不知是鸿门宴 去了之后随即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但缅甸政府怕昆沙的军队闹事 一直都没有敢处死他 昆沙的参谋总长张苏权 在1973年的4月 设计绑架了两名来缅甸工作的苏联医生 要求交换昆沙 由于此事震惊了世界 而且引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应 缅甸政府没有办法 在五个月之后被迫放虎归山 在1973年缅甸政府下令 解散所有的地方自卫队 上交一切武装 此时的罗星翰羽翼已经丰满 他公然拒绝了政府提出的要求 之后他自己带着队伍 与国民党残军签订了秘密条约 互不干涉对方的走私行动 继续与政府军展开对抗 罗星翰可以在国民党残部 各地方武装 各地方自卫队 还有政府军之间 灵活变通的选择 但即便这样 罗星翰也逃不过正义的力量 1973年的下半年 缅泰两国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军事援助 在24架武装直升机的配合下 联合行动 清脚罗家军扫荡了他的老巢 金三角大毒枭 罗星翰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罗星翰本人被泰国军队活捉 之后他被引渡回了缅甸的阳光 在那里 他越狱潜逃 1974年 罗星翰在马来西亚被捕 之后被判处死刑 我们这里找到了一段 罗星翰被捕时的视频资料 一起来看一看 罗星翰在被判处 死刑后不久 在他的弟弟罗星民的活动下 罗星翰被改判为无期徒刑 值得强调的是 他的罪名并不是贩毒 而是试图与反叛分子勾结 阴谋颠覆政府 在罗星翰被关押的这几年里 昆沙的毒品生意没有了竞争对手 自然是越做越大 而且他还以满星蝶为基地 打着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 刻意的经营 先后建立了大型的武器库和军事训练厂 在泰缅边境地区 整治出了这么一个独立王国 这给缅甸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为了给自己贩毒寻找到正当理由 昆沙派人到西方大肆宣传他的 寻求民族独立的宗旨和正义性 他的宣传在赢得一些人的信任之后 1977年 美国的卡特政府 曾派出一个由纽约前议员 提出了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的一揽子计划 他说 只要美国政府每年为他提供 3500万美元的援助 他就可以负责收购所有金三角地区的鸦片 五年内 保证向美国政府提交不少于5000吨的鸦片 这样就可以避免毒品流入国际市场 为此 1977年 昆沙甚至用直升机 将美国的国会议员接到他的总部 以听取他的计划 一起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带着昆沙的计划 议员们回到了美国 他们信守诺言 把这一计划 向美国国会进行了汇报 在1977年的11月份 美国国会还召开了会议 商量此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美国以不与叛军合作商议为由 拒绝了昆沙的建议 但是在这次与昆沙的谈判中 美国人还是相当有收获的 他们认识到昆沙是金三角目前的霸主 要想在东南亚彻底进毒 只需打掉昆沙即可 1978年2月 像当时逮捕罗兴翰一样 三千多名缅太军警 乘坐美国提供的直升机 对昆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但是不时 罗兴翰还被关押在缅甸仰光的 永胜监狱 说是监狱 其实就是一个大套间 每天他都在里面可以看报纸 所以罗兴翰对于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他都了如指掌 两年后的1980年 罗兴翰因为缅甸政府大赦出狱 结束了自己在仰光永胜监狱里 七年的牢狱生涯 并且他还获得了200万缅甸币 大约30万美元左右的退胚 让他可以使用 他与昆沙集团的矛盾 他与昆沙集团的矛盾 加深了 仰光政府扶植罗兴翰的真实目的 就是为了分裂贩毒集团 孤立昆沙 抓住昆沙 最后把昆沙引渡到美国 可以说 罗兴翰的重出江湖 意味着 尖三角地区 贩毒集团的势力的瓦解 和力量的 重新组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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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辈子的鸦片烟生意 他难道真的要金盆洗手吗 这个时候的昆沙 又是什么情况呢 势力不断扩大 甚至打出民族独立旗号的昆沙 始终是缅甸政府的心头大患 昆沙打的这个民族独立的旗号 触服了一辈子的鸦片烟生意 换了缅甸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 昆沙一下就成了当时的缅甸政府周五年打击对象 1988年缅甸政府开始了对昆沙的打击 1990年 美国又以全美消费的海洛因 45%是来自于昆沙为由 将他列入了追捕榜 并不断向缅泰政府施压 加大对昆沙的打击力度 就这么打打平平平平平打打 昆沙与缅甸政府军苦苦相持了六年 在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没有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之前 昆沙与缅甸政府展开了和谈 并于1996年的1月5日归顺了缅甸政府 但是他手下有兄弟不愿意继续拉起队伍打出自己的旗号 围绕着毒品继续在金三角这片江湖上龙争虎斗 投降之后的昆沙没有被关进监狱 而是继续生活在自己在仰光的寓所内 罗星翰和昆沙这两个曾经的对手冤家 经常为争夺鸦片打得不可开交 然而此时的罗星翰却和昆沙的关系变得相当好 罗星翰不但经常去看望昆沙 有时还亲自送去中药 2007年10月26日 长期以来一直患有糖尿病偏瘫和高血压的昆沙 死在了他仰光的住所 而转型经商的罗星翰 至今却仍然生活在缅甸的首都仰光 值得一提的是 重获自由的罗星翰居然摇身一变 从昔日的大毒销成为了禁毒的倡导者 甚至自己花钱高价收购毒品进行销毁 试图洗清自己曾经的罪孽 在今天的金三角 似乎没有人不知道 罗星翰昆沙的名字 虽然 罗星翰在1988年宣布禁毒之后 昆沙在1996年归顺政府之后 他们的确再也没有设计过毒品生意 但之后的一些金三角大毒销 像魏学刚 谭晓玲 以及不久之前刚刚抓住的诺康等等 依然在向世界各地偷运的毒品 尽管他们的毒销生涯已经成为历史 尽管当地政府打击毒品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但世界范围内禁毒之路依然认重道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